加油 加油 12月6号 在北京奥森公园里 一群特殊的跑者 正在清晨的阳光下奔跑 他们成双结队 一个用牵引绳拉着另一个 这是公益团体 黑暗跑团的成员们正在跑步 他们中大部分是视障人士 依靠陪跑志愿者的牵引 完成跑步 我就天生的 左眼有点光 愿的没有 天生的没有 喜欢运动 没人带着 害怕摔着跑不起来 跟蹬地雷的似的到哪去 有志愿者的鼓励下 有安全感了就觉得 他杠你紧盖了 杠你事 剪头带啊 杠你事 人多了就搂着你就过来 怕碰着你 怎么着 胡玉兰今年60岁 从2019年开始尝试跑步到现在 已经从走路困难成长到 轻松跑下五公里 她说 跑步是她送给自己 最好的礼物 让她找到了人生另一种可能性 59岁 10月8号 因为我11月生日 我看我能不能实现这个梦想 五公里 我出门吧 10分钟之内我打画 我这左腿打飘 我真是第一次跑下五公里 这是我最实现的梦想 实现了 最高兴的事儿就找到了 跟我一起跑步的人 我就很知足了 画面中这位不乏稳健 身材健壮的跑者是张志锋 与胡玉兰不同 今年42岁的她是后天视力障碍 十几年前患上视网膜色素变性后 逐渐接近全忙 之后她曾经历过一段不敢出门的黑暗时光 而跑步让她重新回到了阳光下 原来我从来没想过我能跑步 原来出去走路都感觉很困难 然后后来别的是病友视障 说你这平时的状态体力没问题 然后就嫁入进来就喜欢上这个跑步了 当时是在那个志愿者的这个连拽 连拉的这种状态下 甚至到终点的时候抽筋了 但是感觉是非常好的 完全克服这种 一个是心理上的障碍 一个是这种真正客观上的障碍 现在张志峰已经成为一名资深跑者 活跃在各大马拉松赛道上 他说跑步和跑游 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未来还要继续坚持不断奔跑 现在已经把跑步当成一种习惯了 基本上就一周两次跑步 全马是应该是五个还是六个 最好的成绩是五个小时零一分 他们已经完全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虽然说我的视野很瞎转 但是你的整个的这个 其他的视野就开阔了 要坚持下去 活得老跑得老 以前以为盲人 因为他是可能就是自己这个出门啊 什么不方便 他们基本上就不爱出来 不爱接触社会 但是自从这个 加入这个跑台以后呢 感觉他们也是急急向上 也是努力去走出那个自己的那个狭小的空间 参与这个社会的各种活动 从他们的那个那个身上 我更更坚定的什么呢 就是说给我一个更向上的力量 不只是视障人士 在黑暗跑团里 还有听障 知蚕 智力残疾等不同情况的跑者 他们有的慢跑 有的无法跑起来就走路 互相鼓励着前行 黑暗跑团北京站负责人贺小云告诉记者 虽然名为跑团 但其实并不以跑为第一目的 而是希望跑步能让更多残障人士 愿意走出家门 融入社会 虽然我们名字叫跑团 但其实很多人根本就不跑 因为其实很多人 他们之前就是没有 没有这样活动的时候 都是根本不出门的 然后出了门 其实也不知道去做什么 就是说能够用这种方式 能够促进正常人和这个残障人士之间的交流 也让我们残障人士 能够提升他们自己的一个身心方面的一个 健康的一个水平 更多地感受到这种平等的关爱